同學,我們現在要進入101年學測第十一題 剛剛第十一題教了很久,很辛苦的一題 而且也拿不到,停留在八題 不過第十一題就輕鬆了,算簡單了 這個東西就是直線的關係 有解跟無解的關係 現在放在第三側的部分 這個東西放在第三側的部分 我們來看它的題目內容 他跟我們講說,這個地方有解 這個連例組有解 什麼叫做有解 有解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叫恰意解 另外一個就是無限多解 無限多解 有解有兩個可能性,恰意解跟無限多解 所以我們不能說你有解就一定是恰意解還是無限多解 並不一定 所以我們兩個都要思考 如果有解的話 如果我們講恰意解 這個式如果是恰意解的話 它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它會得到 恰意解的時候 它的比例 會一開始就不相等 1分之1 一開始就會不等於 負4分之8 如果是恰意解的時候 1分之1 負4分之8 一開始就不相等 那當然你可以得到這個 結果叫做 A不等於 負2 這個是有解的第一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 這是第一種可能性 另外它有可能第二種可能性 沒有我把它插掉 它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無限多解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無限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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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會等於負2 並且呢 並且呢 3分之7 3分之7 也等於負2 c等於 負6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有解 它可能走這一條路 它也可能走這一條路 那至於是哪一條路 我們並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題目沒有說清楚 它只說有解 所以也可能走這個恰一解 也可能走無限多解 好 那接著 再看 這句話 這句話 它跟你講 這個東西 無解 那無解是什麼意思呢 無解就是前面相等 比例相等 但是後面比例不相等 所以 後半段這個無解呢 它造成的現相就是 前面比例相等 1分之負3 1分之負3 會等於 負4分之b 但是並不會等於 3分之b 好 這個前面相等 後面不相等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得到 b會等於12 因為這個交叉相乘 b等於12 另外你也可以得到 且 這個並不相等 所以這個交叉過來這 這叫做負9 就這一個 跟這一個 同時乘3倍 所以d不等於負9 好 因為這個是 無解是確定的 所以 這塊一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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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 無解是確定的 所以這塊一定對 那我們來看到 它跟你講 合者必定正確 合者必定正確 第一個選項 A不等於負2 同學看到A不等於負2 覺得說 老師這邊A不等於負2 所以A就勾起來了 其實這是錯的 因為你這兩個 你不知道它是走這條路 還是走這條路 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你不能說 A一定不等於負2 因為如果你A等於負2的話 只要同時C等於負6 它會變成無限多解 所以它也算是 也算是有解的意思 所以第一個答案不等於選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定說 A是否一定等於負2 再過來C等於負6 C等於負6看起來好像有 但是 一樣 這兩個 它是 可能走這一個 也可能走這一個 如果走這一個的時候 你C有沒有等於負6 就已經不重要了 你如果走A不等於負2的話 那你C可以等於100 A不等於負2 你C等於100 1000都沒關係 反正你已經是恰意出解了 所以C有沒有一定等於負6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它如果走恰意出解的時候 你只要A不等於負2就可以 至於C 隨便都可以 所以 這個不完全 100%正確 第三個 B等於12 B等於12是這個 部分 這個部分因為 它是走後半段 所以這個一定正確 這個一定正確 所以這個一定對 再來第四個 D不等於負9 D不等於負9是走這一個 那這個一定對 這個是這個5解 一定對 所以D不等於負9 一定對 再勾起來 最後一個 這個式子 最後一個我聽我沒有超完整 這個式子5解 最後一個是跟你講這個式子5解 這個式子如果要5解的話 你就變成 前面要相等 前面比例要相等 這個式子要5解 前面比例要相等的話 你就會得到 負3分之a 要等於 8 要不等於 d分之c 這樣的一個結論 第五個選項 如果它5解的話 負3分之a 要等於8 但是不等於d分之c 那這樣子的話呢 b等於12是定案的 b等於12是確定的 所以這邊造成 8 所以從這個前半段 前半段 你可以得到 負3分之a 要等於 8 8 12分之8 我們稱之為 3分之2 這樣的話你就得到 a等於負2 可是a有一定等於負2嗎 顯然並不 並不見得 因為你a可以不等於負2的時候 它是恰意組解 所以你說a等於負2嗎 未必 因為a可以不等於負2 所以a等於負2就是 不必然正確 所以第五個答案不能選 所以答案選3次 所以我們最後答案選 3跟4 所以這一題 應該是可以得分的